人心是最经不起挑拨的 哪怕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哪怕你们是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夫妻 这一天 惶惶不可终日的王东在村里闲逛 他意外地听到了二狗对他妻子的闲言碎语 这是一颗种子 一颗埋在王东心里的种子 王东其实清楚地知道 当晚阿浩并没有打桩成功 起初他也是不相信的 但随着村里对阿浩和书娟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 他开始相信了 他看妻子的眼神慢慢地有了一丝厌恶 他的精神开始恍惚 开始频繁地做噩梦 梦见妻子向警察举报了他 他开始变得一神一鬼 脾气也是越来越大 终于在春节前夕 王东爆发了 他要逃离这个令他坠坠不安的地方 他要回城里 他要把书娟也带上 他对书娟说出了心中所想 书娟是理性的 他说马上就要过年了 倘若你现在去城里 在警方眼里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王东不管 他已经失去理性了 他扑通一声给书娟跪下 开始央求 书娟蜿蜒回举 王东顿时情转多云 胸向闭露 他一个大逼斗扇在书娟的脸上 或有一种 你不去我就让你重开的意思 就在此时 一直在屋外偷听的弟弟冲了进来 他依旧是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惊人 姐夫 你们为什么要走 其实我知道 小王 你知道什么 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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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里 王东开始频繁作妖 他冷嘲热讽 话里话外 说书娟不守护道 和阿浩肯定有不正当的关系 仿佛证据确凿一样 书娟不想理会的 想出去倒垃圾 王东没有预兆的 又是一个大逼斗扇在了他的脸上 书娟坐在床上 他心如死灰 他淡淡地说道 你要是实在不相信我 那咱就离婚吧 王东听闻 顿时就软了 他又一次地 开始要求书娟给他一次机会 书娟又心软了 两人抱头痛哭 书娟的好心并没有换来王东的真心 王东是变本加厉 次日 王东一大早便不知取向了 独留书娟一人在屋里 书娟醒来后发现 门被反锁了 手机也被王东收了 他被囚禁了 他幡然醒悟 再也回不去了 当晚 当王东回来时 他很平静地再一次提出了离婚 王东癫狂了 他是典型的歇斯底里 他觉得都是书娟的问题 他觉得书娟想和他离婚 是准备把他卖了 然后再一转身 投入别人的怀抱 他翻出藏在床路下的菜刀 语气里满是威胁 严谨一该 大不了我们一家人同归于尽 书娟被吓坏了 他知道要做一个了结了 他要和王东同归于尽 为了弟弟 也为了孩子 他写了一封遗书 写到了前因后果 事后拉开了煤气阀门 不知过了多久 王东醒了 他察觉了 他关闭了煤气阀门 将昏迷不醒的书娟 送到了医院 医院里 兰丁格尔小姐 在书娟的身上发现了遗书 他们当即便报了警 阿浩之死 大白于天下 王东被戴上了手铐 书娟因大脑缺氧过久 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 经抢救 阿浩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下半生只能在床上渡过了 他成为植物人了 假如 不 没有假如 阿浩是一切的根源 但 王东的冲动和法律意识的匮乏 是加速悲剧的兴奋剂 最后 试问一下 如果王东也能像书娟一样冷静 此案会这么快告破吗